因为多年前的一场车祸 父亲重伤 而母亲也因为种种原因 离开了这个家庭 反正我也体谅他吧 我希望他过得好吧 我不想打扰他的生活 家庭的变故并没有击垮这个小小男子汉 自从父亲卧床不起后 他便开始用自己幼小的肩膀 独自扛起了照顾父亲的生活重担 身边没有别的人 只有这个儿子 没想到我的身体是一天比一天的差 现在他轮到他来养我 伺候我 当我们设置组到达汪洋家的时候 孩子刚给父亲喂完饭 见到新二伟叔叔下车 主动出门 就是汪洋吧 初次见到汪洋 有点少年老成的这种感觉 一个十二岁正在是成长的过程当中 而且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 他承担起了照顾爸爸的这种责任 他怎么去做到 他这个年龄是有权利应该接受教育 接受读书的 是我把他给连累了 孩子对我一味着就是有希望 他的希望全寄托在我这身上 这个家你看现在 就这生下我 我爸回我了 他应该坐这种感觉 怎么样各位 小编看完之后 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对于我来说 印象最深刻的是 当中的小主人公汪洋的那一声叹息 让我非常的心疼 接下来 我们用掌声欢迎 这两个男子汉 邢奥伟 汪洋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小行 你好 欢迎汪洋 首先我们请两位 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邢奥伟员 邢奥伟 大家好 我叫汪洋 来自河南省碧阳县 处事镇河庄村 汪洋 汪洋在照顾爸爸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最难的过程还是解大便的时候 主要是大小便的时候 对 嗯 就差不多每天晚上都睡不成觉 因为我听汪洋说是 好像几个小时就要起来翻身 但是晚上的话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特别是小孩 是 他需要一个非常好的睡眠 对 长身体啊 或者各个方面 第二天他还有很多的一些体劳动 但是他不行 两年的时间 每一天都是全天候的护理爸爸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哪怕是在汪洋的身边 我们都觉得束手无策 因为最了解爸爸情况的只有汪洋 汪洋在小片当中 还有一点让我特别特别心疼 嗯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 可以不回答汪洋 妈妈为什么不在身边帮你的忙 其实我妈妈不在我身边帮忙 她也有她的苦衷嘛 嗯 因为那时候 我老爷不是在建筑工地上 嗯 那从高楼上摔下来 把腰椎也摔断了 我妈妈回去照顾 嗯 照顾老爷还有姥姥 所以就没再回了 在小片当中 我也听到汪洋他说 他体谅妈妈 他也不愿意将现在的情况 再告诉妈妈 或者让妈妈回来 他不愿意再打扰妈妈的生活 我又觉得 在这样艰难的时刻 家庭这么这么艰难 这么不容易的时刻 至亲不在身边 帮助自己 而自己只有十来岁 他心里没有恨 他只有成全 而且是积极正面地 来面对目前的困难 他没有退缩 他迎难而上 哪怕他只有十二岁 汪洋你是好样的 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但是你觉得 你目前的状况 可以再坚持多久 我坚持多久 无所谓 我看我爸爸 快坚持不顾了 你会一直陪在爸爸身边 对不对 汪洋不哭 当然你现在所面对的一切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撂下 我们也根本没有办法去切身地体会 但是我相信 你一定能够挺过来 而且 你并不孤单 虽然具体的忙我们插不上手 但是我们会用其他的办法 来帮助你 好吗 谢谢你们 好 你们的对手是谁 这位明星到底是谁 他帮扶的对象又是谁 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动人的故事呢 请看小编 爱这个字在现代这个社会里面已经被滥用 说我爱你其实好简单 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的 爱这个字的人又有多少个 然后它背后的意义 其实是多么的深远跟宽广 1999年的一次意外跌落 让承玉霞的爱人杨慈欣 摔成了高位街摊 从此卧床不起 而这一堂 就是16年的光阴 他倒下来以后 所有家里面的事都是过一个人的 没有人把人家喊 我都不知道怎么走过来的 我也不知道 16年 有不穷尽 连做都做不起来 就没有一个头了 我一想要他走 未来我 我身在太不忍心 我看你现在不想许多死心 我看你到哪块 我会跟到哪块的 我看我们俩哪叫算得一起 算得一起 我永远就在一起 我看你别想把我摔掉 的确在社会上面 在这个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悲欢礼合 顺与不顺 有很多的喜剧 也有很多的悲剧 有人归咎于是命运 但有些人 其实是很乐观 在面对这件事情 16年的坚守 6000个日夜的陪伴 程玉夏用一个妻子 最质朴的付出 撑起了这个价 撑起了爱人 活下去的信心 MV有期 我这个面 也没有死的机会 对于丈夫杨四星而言 亲情这两个字 有着无法用言语去衡量的分量 在这种身体状况下的他 能为妻子留下的 只有那份 坚持了几百个日日夜夜 所完成的5000字告白 这就是他对妻子 爱的表达 一天一天一天 十几个字 一二十个字 半个小时 至一个小时 就不早就休息 他里面的含义 可能不是这几千字 我们能够形容得完的 其实他 他背后的东西是 可能是非常伟大 无法去想象的 一种能量 让我们掌声欢迎 来自台湾的著名演员 邱星志 和霞姐 有请 收哥您好 你好 霞姐您好 您好 首先请两位跟大家打成招呼 大家好 我来自同年 我叫陈一霞 欢迎霞姐 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 报道台湾的演员 邱星志 欢迎邱哥 邱哥 为什么会选择霞姐 作为帮扶对象 首先我要感谢这个节目 其实 在这个社会里面 类似这样的情况 真的很多 然后呢 他们这个家庭 就像一盏灯吧 照亮了有的时候 我失去信心的一颗心 是 然后也鼓舞了我 更能勇敢地 面对自己的路 对 对 整个小片的过程当中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霞姐的表情 你基本上没有看到 霞姐的脸上的表情当中 有忧心忡忡的影子 对 我记得我去 他们家拜访的那一天呢 外面天气真的很冷 是 然后呢 敲开了他们家的门 迎接我的 就是这么可爱的笑容 还有他一双温暖的手 是 顿时让我的心都温暖起来了 然后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呢 那个时候呢 下午时光 那个太阳 从窗户 斜斜地照了进来 洒了进来 我觉得那个空间 突然变成好像一个 神秘花园 这个花园里面 我没有找到痛苦 我没有找到悲伤或抱怨 我看到他们两位 是笑脸迎人地迎接我 让我看到了 一个生命力的展现 呼吸到的是一种浓浓的爱 就像邱哥刚刚所描述的一样 在侠姐家里 真是处处都可以看到 爱的点点滴滴 比方说 小片当中有提到 侠姐的老公 您的爱人 给您写了一封 长达五千字的情书 对 因为侠姐的爱人 她卧床不起 然后其实 根本不可能写字 因为手是十分地不方便 而且常常是麻木的感觉 刚刚大哥在小片里面也说了 每天十几个字 几十个字 甚至是几个字 他坚持了多久把他写完呢 他这刚刚将近有两年了 写了两年时间 要把自己的爱 真心诚意地 不为任何艰难的 而且一字不落地 完完整整地表达给自己的爱情 我相信这当中包含了一种 浓浓的感恩 和夫妻之间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 在里面 在某方面 我其实挺羡慕 是 真的 是真的 这种夫妻之情真的很羡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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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